見色旺有成這樣 女被揍好友卻挺老公 本來一場好好的婚禮 被伴娘怎麼被揍成這樣啦 英國才俊27歲的男子卡貝爾 去年9月和妻子舉辦婚禮 卻在婚宴後帶著友誼 還以伴娘發生爭執還起了肢體衝突 此時另一名伴娘迪瓦爾 眼看兩人爭鬥不休決定介入 卻撞到新郎一拳敏重臉部 當場被擊倒在地 傷口中氣頭暈不炫 沒想到事後新娘竟然袒護著新郎 她不是個暴力的人 這不應該發生的 那是場很棒的婚禮 太過分了 原來26歲的迪瓦爾和新娘 在求學時就是好朋友 卻因婚禮事件再也沒講過話 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這次不但被打成熊貓眼 經過診斷後 竟還發現顴骨被打裂 必須植入金屬來重建 而且心理上變得更容易焦慮 也不敢出門接觸人群 對自己失去信心 打人的卡貝爾已經認罪 將面臨審判 董西溫綜合報導 戴森溫馨提示 今日天氣轉涼 戴森J-Focus噴射控流技術 快速均勻溫暖全房 天氣轉涼 天氣轉涼